直男打扮起来能有多帅 这个胡子蜡叉 头发凌道的男人叫鲍比 今年48岁 是个妥妥的中年大叔 在家公众公司做会图员 每天朝九晚五 夜里还要去家装店摆货架 凌晨4点下班 早上6点就起床送孩子上学 晚上只能睡俩小时 要说为什么这么拼 那就不得不提鲍比的家庭了 她和妻子威拉有着6个孩子 养家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威拉是一名幼儿教师 兼家庭主妇 想要改造丈夫的想法 就是她提出来的 因为工作忙碌 鲍比从来不在自己身上花时间 她经常穿又脏又破的衣服 头发也总是又油又乱 总之就是个操汉子 和拉他的外表不同 鲍比的性格非常好 她心胸宽慌 对待妻儿有耐心 是一个温暖有爱的男人 所以妻子也希望 她能够过得更好 当年夫妻俩属于闪婚 他们没在教堂办婚礼 没跳第一支舞 因为摄影师临时跑路 他们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 总之一切都很混乱 这是威拉最遗憾的事 在前往鲍比家的路上 姐妹团兴致勃勃地 讨论着婚礼重办 殊不知 几个小鬼头 正拿着水箱 在门口严阵以待 这一波欢迎礼 有点特殊 服装师阿谭 飞速逃离现场 头可断 血可流 发型绝对不能乱 一进屋 室内设计师鲍比 就眉头紧皱 发觉事情并不简单 没错 两个暴笔重名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叫它暴公头 这凌乱的房间 预示着一项大工程 暴公头眼前一黑 心底一凉 笑容背后 不知道有多少心酸 洗碗池里 堆积如山的碗碟 仅仅是两分钟里 造出来的 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就像个大型垃圾桶 因为威拉在怀小儿子时 患上了并发症 所以很多事情 她根本忙不过来 再加上 大孩子们没有帮助母亲的意识 家里就慢慢变成了这样 美食家诺尼对着厨房发愁 服装师阿谭 看着瘦小的衣柜流泪 美容美发师乔纳森 望着屁大点的浴室崩溃 而暴公头 暴公头表示退出寻聊 暴笔的衣柜 满是直男泡泡山 大多还是二手店买的 如果有钱 她也只给妻儿买衣服 这谁看了不夸一句 好男人 阿谭很明白暴笔的难处 但她还是想鼓励对方 为了所爱之人打扮 因为她曾经有段感情 就是因为疏于打理自己 而被分手了 通过沟通交流 龙阿士卡拉默发现 暴笔最大的问题 是内心的负罪感 因为糟糕的婚礼 让她认为自己 从一开始就没好好对待妻子 这也导致 她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 干什么都是紧绷着的 她非常希望妻子 回顾婚礼时 能感到骄傲和悲爱 而不是满地鸡毛 就在暴公头还忙着 当粉砂匠时 几位姐妹带暴笔一家 去超市开启了大彩购 安诺尼选食材 做辣酱 阿旦精心挑选服装 这里的衣服 很适合暴笔的预算 但她还要学会 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 比如稍微修身的裤子 还有百搭的印花衬衫 合身的衣服 显得她整个人都精神起来 乔纳森这边 在挑选洗糊产品 像这种大家庭 就适合大瓶装的洗发露 虽然美人的发质不同 但选择乌龟游的 一定没错 为了帮孩子们 培养动手能力 暴笔都打算 把屋外的荒地 改为小菜园 两个暴笔 齐上阵 效率也是飞快 因为暴笔一家 信奉天主教 而天主教对同性恋 是非常不认同的 所以在来之前 前面团其实都挺担心 尤其是暴笔 因为她的父母 也是信徒 她总有在教堂里 听到的都是 同性恋是坏人 是邪恶的 长大后 更是备受排挤 就连朋友都和她 保持一定距离 但暴笔却非常温暖 尽管她从小受到的教育 也是同性恋 等于疯子 但她却认为 上帝也教导众人 相互有爱 上帝只是上帝 而上帝代表着爱 暴笔的气窝头 终于要变了 乔纳森精心设计 是不是要把她 打造成帅哥 不得不说 尽管暴笔 每天睡不够两小时 不打扮不保养 但她依然五官俊朗 所以当她刮掉胡子 露出下河线 再配上清爽干净的短发 可以想象会有多惊艳了 这简直就像钢铁侠2.0 接下来就该验收 暴笔头的劳动成果了 明朗的白色墙面 温馨的木色地板和百叶窗 各位 我都想收拾行李搬进去了 暴笔头还贴心地 设计了无绳窗帘 避免小孩子被缠绕 她保留了对暴笔 很有意义的教堂椅子 只是样貌更加整洁干净 孩子的房间和大人的风格 桌子也被贴心地设计成圆形 小孩子也不易磕碰 文化师卡拉默还做了一个家务板 每个孩子分配的家务都贴在下面 完成了就放在一边 这样非常清晰简洁 原本杂乱的厨房焕然一新 小小的衣柜也多了许多选择 暴笔试着自己搭配了一身休闲装 不得不说大叔审美绝对在线 她跟着安东尼学做了新菜肴 又跟着乔纳森来到浴室 孩子们的洗护用品被单独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这些是夫妻俩专用的 考虑到暴笔工作繁忙 小纳森还专门为她准备了便携洗护包 里面有防晒 梳子 牙线等等 卡拉默精心设计了婚礼 他们打算在派对上给威拉这份惊喜 改造已经结束 离开前姐妹团团先告别 暴笔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但她其实不拥有太多负担 她有爱她支持她的家人 所以更要爱护自己 而暴笔也对姐妹团说出心里话 她希望他们来到这里 也能感受到被爱 被接受 尽管她从小受到的教育 是同性恋不对 但无论如何 暴笔一家将永远接纳他们 在姐妹团身上 暴笔学会要爱不同背景 不同世界观 不同故事的人 顺而为人 我们没什么不一样 派对这一天 暴笔早早开始打扮 她为自己挑选了花承衫和西装 这大胆心潮的装扮很是亮眼 维拉和孩子们 第一次见到改造后的暴笔 他们惊讶到何不拢嘴 屋里的一切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孩子们高兴地上船下跳 朋友们陆续上门 暴笔悄无声息地掌控着全局 她自信地和大家侃侃而谈 比起之前更像一家支柱 在所有亲朋的见证下 她正式向妻子申请告白 他们终于相拥而舞 还拍下了幸福的合照 这个男人的帅气早已不只是外表 这大概就是大叔的魅力吧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